看完短片的確現在外面的按摩中心 又是五花百門 有些甚至乎自己和自己會進行按摩 希望調理身體這種辦法 不知道三位嘉賓有沒有試過 理論各方面的招數都可以說 我們以前很習慣 不是很精神 按太陽穴 有的 眼部健操 眼部健操 應該都算是自我按摩 還有,我剛才在節目開始說的 就是撕眉心的位置 也會覺得是好 其實我也很想問一下 到底有哪些穴位 我們可以長禁不懷,越禁越好 長禁不懷?捉衣梨吧 捉衣梨,你每天按捉衣梨 比吃雞好 捉衣梨… 它的名字的解釋 有其中一種就是 按摩後,你可以走到三里路 估計可能跟雞一樣補衣梨 雞一樣腳 可以按摩 按摩,捉衣梨也有技巧 首先,買這個位置在哪裡 它是外面的外膝眼 即是有一個膝蓋外面 有一個套進去的地方 對,膝蓋這裡兩邊有兩個孔 外面這個孔的 自己四個手指來捉衣梨 很多保健書都會提到 因為這個的確是 強壯保健的第一要元 很重要 但是呢 大家有沒有發覺 如果我們採取這樣的坐姿去按摩的時候 你的腰是正在彎的 按得多,你自己的腰就不舒服 而且這樣按摩,其實不太適合手 把雙腳這樣橫過來 然後兩隻手中指踏上去 找到腰位 兩隻手中指踏上去 這樣就向你自己的身體這邊勾 這樣就是很袖手的方向 而且感覺是比較軟漲的 有壓力 而且你的腰不會這樣攻上去 而且還有一個好處 假設你坐在這裡開會 或者在做甚麼事 沒有人知道你現在在保健 在看電視也好 也有點遙遙 這招太絕了,厲害… 太絕了,對 好,那除了… 很舒服 祝三,你有甚麼其他選擇 下支乾皮神經有一個穴位 叫三陰膠 三陰膠是內側,內懷上四的手指 這裡是內懷,上四的手指 這裡是三陰膠 乾皮神經在這裡交點 不痛 首先向裡面按 我還沒出力 先向裡面按,然後向前推 是嗎 是,所以音馬上高了八度 因為我向裡面按的時候 其實感覺不太強 是吧 但向前一點… 按一下就會很強 真的可以 是嗎 我發覺教授的手 好像握手 其實是很有技巧 按下的位置就… 很痛 先向裡面,現在有點暈眩 但向前推,是嗎 對 明白了 好,剛才看完這個問題之後 就知道其實穴位按摩 還有一定的功效 但如果你的症狀太明顯 還是建議大家去瞞診治療 好,接下來馬上追蹤 我們今天的第二條短片 你坐下來喝茶嗎 不行…我要先打電話 你打完電話,我坐下來喝茶吧 不行,你慢慢喝 我要切小孩 欣欣的嫂子是一位全職媽媽 平時除了要照顧小孩 還要應付每天繁雜的家務 經常感到心情煩躁 心貴,便秘,消化不良 不知道怎麼辦 就向欣欣請教緩解方法 有甚麼養生方法教我 那我教你一個方法 給我做一個深呼吸的動作 玩住憋氣四秒 臂氣七秒 然後呼氣八秒 玩連續做三分鐘就可以了 很簡單的 請問調整呼吸的方法 可否緩解欣欣阿嫂的症狀呢 她會否更年期 所以才會有這種症狀 我想她應該喝口服液比較好 這個年紀也有可能 她不是病 其實如果是女的 你可以喝紅棗茶 有杞子、菊花 或者你煮蓮子百合水喝 也是好的 珊珊怎麼看呢 兩個女性都說了 我經常有很多女性的夥伴 經常會發蜗疹 所以有甚麼位置 在她們發蜗疹的時候 可以緩解一下她們的症狀 她們就不懂得出聲 和緩解一下她們的脾氣 都有 是針對心比較重要的一個位置 心悶 心臟 一個是手腕的碗橫紋 手腕橫紋 下面是自己的 兩個手指的位置 這個叫內關 內關是一個護心的位置 如果平時心慌、胸悶、心藝 都可以去按的 比較適合老人家 心疼痛、血液膏等 都可以使用 因為她可以起到一個安神的作用 所以對比較煩躁、失眠 都有幫助 除了剛才那個穴位之外 還想幫女性朋友問一下 有些人中年都是手冰腳凍的 春夏秋冬的手好像殭屍一樣 這些有甚麼穴位 或方法去解決 中醫就叫末蟲蟲環症 即是末蟲循環障礙 她的手腳、血液 到不到的地方就會麻 或者是凍 我們要分清楚 到底是因為不通 引起的 還是因為血液不夠引起的 如果是不通 其實我們有兩個方法可以去做 一個就是做敲打 四肢的敲打 然後加上一個 我們叫做 手指的指甲 這個位置會比較痛 但它對改善抹蟲循環是比較好的 手指、腳指都有 這個就是手指 手指的最抹蟲 指甲的兩邊 這裡 相當於針灸裡面所謂的頸穴 這個位置比較痛 咪完當然是痛 痛的 我們咪完之後 你看看這隻手有甚麼感覺 跟那隻手對比 其實… 掌的時候有點痛 我看不知它在咪哪裡 掌完之後 有沒有覺得手有點生氣 有點出汗 是… 醫生說 掌完之後 輕輕地會出汗 通常我們按摩的時候 都會有一個方式 就是捏住手的血管 一直往下面捏 捏到最後 它捏住手關節的地方 突然放 就會感覺到那些血 噓的聲音 上回手指 我也覺得很舒服 這種按摩方式 可不可用呢 這種方法 其實在推拿裡面 是有這種方法的 但只是… 現在反而 醫院裡面少做了 保健中心會有做手 那麼我們在門診做點穴 其實有更多的方法 就是類似的 就是按身體的動脈 動脈血管 那麼… 你好像這裡 剛才這樣 由下向上按 一般在保健按摩 他們就是這樣 由下向上按 一字一字這樣按 嗯… 即是交替的這樣按上來 是… 即是好像滅了血上去 把血擠到一定的高度 然後突然間放開 血就會落進去 衝出去 就是一種熱的感覺 其實這也是中醫裡面的一種方法 它可以改善這裡的血液循環 好,謝謝林教授 也謝謝新位嘉賓 今天介紹的這些方法和穴位 都相當實用 提醒大家 在家裡可以試試 但注意力度和時間 千萬不要按壓過度 反而令自己不舒服 而且記住剛才教授說過 在頸部穴位 不要亂用這麼大力感 不然會受傷 一定要看真實 學清楚才能嘗試 不要到時把血液按壓得不舒服 是,不行 好,健康法分健康生活更繽紛 我們下期同樣時間再見 再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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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見